冯坤!薛宁做不到事终于在刘晓彤这一带突破!北京女排进入决赛! 在中国女排联赛的历史上,有像天津女排这样已经快要将队伍历史上的第12座冠军奖杯收入囊中的长胜将军,也有像北京女排这样的可怜虫,别说登上冠军领奖牌了,就连半决赛的都没踏进去过几次。 好在功夫不负有新人,北京女排终于在2019年迎来了大转折,成功挺进决赛,走到了距离冠军一步之遥的地方,创造了历史。 北京女排在球迷们眼中绝对是醒当当的豪门俱乐部,更是培养了郎平、杨晓军、冯坤、薛明、岑春磊和刘晓彤等中国女排的中间力量。 可谁能想到这样一支队伍自从女排联赛19961997赛季改革以来还是首次进入决赛? 更长远来说,北京女排上一次进入全国性赛事的决赛还是1983年的全运会,北京女排以总积分第二的成绩排在了四川女排之后,获得了亚军。 在之后的日子里,北京女排一蹶不振,像是被诅咒了一般,再也没有过值得拿出手的成绩。 时间来到了2010年,北京女排获得了北汽集团的赞助,开始大范围招兵买马,提升自己的实力,以求突破困局。 随着北京国安、北京女篮、首钢男篮和北京男排的相继崛起,夺得冠军,人们以为北京女排也能够成着这股冠军之风取得好成绩,但事实并非如此。 巨大的投入却没有换来与之相当的收获,四强成为了北京女排多年奋战的最好成绩,也似乎成为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。 本赛季是国内联赛改革之后北京女排的第19个赛季,在女排联赛近20年的时间里,北京女排从未在冠军榜上留下过自己的名字。 似乎是铁定了心地要打破如此尴尬的局面,北京女排今年再次下血本引入不少内外援,组成联赛超豪华阵容。 在外援上,北京女排先后引进了美国女排的主公金盾,第二副公迪克森和澳大利亚的重炮接应鲁克尔,而内援上不仅有孙文靖和陈欣彤,更是在二次演员中成功引入了丁霞和王孟杰。 如此强大的阵容足以让人们看到北京女排翻盘的决心,看到北京女排夺冠的希望。 2018-2019赛季的女排联赛半决赛赛程已经过半,但夺冠热门被天津女排被江苏女排,以3比0的成绩打得措手不及成功的时候,北京女排已经抢先赢得三轮比赛而晋级决赛。 这是北京女排离冠军最近的一次,这是北京女排圆梦的关键时刻。 成败在此一举,只要北京女排能够成胜追击,那必定能够创造辉煌,创造北京女排的传奇历史。